LG本身想看一眼就可以看到Pero四个人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车距跟得紧啊 带来这种威慑 而且LG本来他其实后方也有个点哦 不是 尖技是原住民啊 所以这里直接被PP给干了 是啊 这应该也是回手 得靠自己扎出来啊 很近 打了一张头 但没有子弹了 其实Jervis是有得手的 是的 小妹控已经换上了啊 神 装备比较精良目前 又绕一圈 有说法吗你 要直接扎心来打吧 但是 车的这个距离稍微有点多 在这样子一波以鼻子 互换了一个 但这里Pero也倒了一个 小心一下对方人还在的 今年二达 下右边 他有点怕 队也出枪了 给队友封克燕 远点这个分数先 没办法 因为你左右其实都有人的 高低都有人 是的 还是要保一下自己的命 是的 拉到边上去了 他有没有可能这个扛着三阶段的篮圈 然后往歪成那个方向去绕 哎 神 一把没空直接发裂 宋江还没有开枪直接被秒掉 太远了 但是DG98 侧身为摘掉了6 队友一丝血 Jervis也是直接被放倒了 而且现在帅哥队 近点两个人全倒 身着这把G 离得太远了 对方也在peak 很难有关键性的作用 是的 队友倒在近点 Sophia 漂亮 Piu 鬼鬼祟祟的声音 直接过来逮 嗯 好像Sophia 提前想到了这一首啊 就看这个剧情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吧 对对对对 他外面埋着一个 埋着挺聪明的 你Piu喜欢Liu 喜欢在侧身对吧 我就来侧身去走 找Piu 但是另外一边T177把张德胜给击倒了 嗯 画面给到天霸 先看一下天霸的哪点吧 天霸拿了-R的这个点位 是的 哦那这波帅哥队还是没了 他那个防区的对 因为现在害怕的是什么 尖级他一定要往前进 对 他如果选择往前推 呃 旁边T1肯定会过来 不过好在我看尖级是要开车绕走 很 去伤害量是足以击倒一个人 是有对枪的机会 但是是T5 这个小楼顶确实挺克制尖级的呀 是 啊 Gazera还是被排掉了 GX拿到了本场 他们的第一个人头 也同时拥有这个炮 已经在看天霸那里了 是的 而且小唐已经过去去想找机会 他人头之物 他人头之物 他要找机会 要不然的话后面直接竞争对手 但是这个雷没有人进去 对 其实我感觉 干扰太大 对 对 Enotix踩到了天霸的正南方 但是屁股后面有777的出枪啊 直接拉枪线的兄弟没了 是 剩下的两个老哥在厕所只能自闭了呀 啥事也干不了 出来的话呢 头顶上的T5会帮忙打 然后往下面去走的话 要面对一个 三颗手雷扔过来 能不能避开啊 位置有点容易被锁的 其实 现在千万 不要过于主动啊 我说真的就怕接雷 你看吧 对 你看吧就怕接雷 你觉得你该移动 但其实 哎 反正就是一个很虚 其实要更主动一点去到那个反键去打的话 就拼了 就可能会拼出一片天地 对的 因为我只是说了他们的一个隐患嘛 就左右枪线会让他们顾虑更多 所以不敢拉出去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嗯 所以带不到选手视角里面 也挺难办的 是的 很难办他这个点位 真是很难看啊 但是这种圈形圈边确确实实太难找角度了 废子你看 也没法玩 前有狼后有虎的 他被夹在这个中间间啊 对 而且他这种位置车都提不了速 一旦飞越那个小山坡的话呢 还不知道车怎么样 对我倒了之后两个人腿拉出来 两个人直接站反鞋高点了 嗯 而且再说回来 拍到那个点真是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中心怎么跑 而且左右都架的有枪 而且刚才那波不跑容易吃雷啊 怕呢 另外一边 圈边是有一波 蓝白之间 和LG去打了一波 他们现在争夺北边吧 LG和Entropic 嗯 GX这个炮楼被刷出来了 那一下变成靶子了 飞子已经在往这个点去冲了啊 S2进点 只想找机会去换分了 背身 看到了出枪打掉 GX先被淘汰 捡捡投资物 看看还能不能续个烟 肺子现在就一分一分的换 SGO肯定要想把这个分数给拿下来的 往下走也不是啊 天板那个位置在目前五圈还能待近点的话 还是要防一手T1 T1是一直知道他们的信息 Degree也是很多欧美解说看好的选手 现在正在和SQ的MIME对位 MIME受到远点的一些枪线的限制 Degree的队友FAX已经没了 只能靠他一个人玩了 太难躲了 枪线角度太多了 SQ三个人直接大军压进 其实天板这个位置还好 旁边GX的压力不是很大 他很清楚 对 这两边周围的事情他都知道 主要天阶这个位置天板一把枪就能架中 对而且他车也 对反鞋是能玩的 而且经济现在是不在圈子 经济那个厕所要先吃蓝圈的伤害 他也急 他还没车 感觉这反鞋的边边角角在圈 所以他要趁现在想去打一下T1的背身吗 能不能看到对方的一个背身位 T1已经是陷入战斗了 所以小唐这位置 就是不要吸引对面太多的注意力 主要T1他这个位置的战斗呢 他有机会收 所以现在天板是调度了所有的兵力 三个人兵力 有点平 这个地下有点平 破点 一枪 打一个 肯定是不能扶的 锁定对方 还有一人 哎 就平的地形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想找机会往前面去顶 两个队友已经往前面去摸了 小九和崔七一 摸到前面 但是这个位置 稍微来得有点早 因为后面的T1 并没有被解决掉 T2又也是直接从上面压了下来 一瞬之间前面的两个人都没了 过载了这波 这波感觉信息有点 有点同时出现太多过载了 反而是你这一波天霸掉了三个人之后 导致齐齐那边的压力就变得很大 经济直接又绕了一波反斜坡 感觉有点拉过头了 说实话 这个直接踩到顶上 把自己夹在中间 你看T1释放出来了 你就想他吸引了几个队的活 先记得USG的TBRU的 然后我们之前觉得 间距两个人 其实造不成太大伤害 他现在一看 哎 旁边这边天霸 已经只剩一个人了 直接过来抓你单 在这一局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开枪的机会 原期好二圈是不是就来这儿 我觉得二圈好 就往这里一蹲 当然很久了 对 二圈直接一个右切嘛 他就直接扎过来了 算是个小天命 对吧 你毕竟先吃圈 你肯定是着急的一方 是的 这个是窄边的优势 窄边打宽边 啊 关键时刻 阿德一发 双局李维斯直接被放倒了 那抽过点的机会就没了呀 像这种对象 其实双局优势反而体现出来了 是的 你一定要去打他 结果对方是一个双局 瞬间倒地 对 这里还是真很足 是 倫巴贴进了一颗雷 看看爆点怎么样 人头是被T5给拿下 没错 USG还没有过来看 他其实满边啊 在这里啊 他可能也会担心出点的话 高点人打他 那还是过来摸掉了人巴的人头 紧急剩一个 剩一个独狼 是看一把大炮的自打自补 应该独狼没什么挣扎的空间了 哇 这个左边T5拿了10个淘汰 嗯 你想他北部圈了吗 圈边缘 哎 这细枪啊 大家知道 分的问题 这位置肯定站不住啊 怎么能让他轻易过来呢 困着一枪 直接是将T5给打掉一个 单 直接拼了 直接拼了 三男一车 冲开文进典 哎 但是这个炒枪 车上全是残血 两个人下车 应该是没机会了啊 一颗手雷解决战斗啊 在这里